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黃金周美盛和著亂飛舞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未跌49點 收報24,193點 成交就不算沒約,900億都不夠 只有877億 黃金周,內地的黃金周 即將結束了 明天星期五,A股伏市 今天港股,未伏市之前 成交都是比較偏弱,大家可以理解 昨晚,美股的走勢其實不錯 表現得相當強勁 因為之前那一天,星期二 曾經跌倒下來 因為特朗普又說 跟國會談刺激方案 就不談了 一說不談,就跌倒下去 但是昨晚,消息都可以談 或者有部分都可以談 再加上聯儲局的會議紀錄 都刺激到的股市 幫助股市反彈 做好,今天港股回來 原本大家以為是好的 但是其實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現在美股反彈上去 只不過是之前那天的高位 即是未跌下去之前那天的高位 在那附近,昨天港股就先升 因為昨天恆指升了200點 所以基本上反彈了 今天高開了20點 就跌下去了 不過又不是跌得多 大概24,000左右 然後又翻回來,跌得了一點點 市場的焦點就不在大市那裏 就在一些個別股份那裏 所以今天為何說和雀亂飛呢 其實就是迎A股 明天服市的 好,逐樣逐樣看 我們先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指 其實呢 上個禮拜 和今天禮拜一 和大家說 大概會在23,100到24,100 今天恆指 雖然收在24193 或者最高的時候 見過24263 基本上都是241 不相差多遠 好了 會不會衝上去 現在機會都比較大 當然 今晚美股 明天A股服市 很多因素 不過 捱得到24,100 捱得到的意思呢 很多風風雨雨飄飄搖搖之後 沒有什麼事 特別 譬如今天如果要說 壞消息反應的 今天都可以跌 例如什麼呢 特朗普今天說到限制螞蟻 還有騰訊支付 如果你說是壞消息的話 以前可能借宿的調整下去 結果今天都沒有什麼 銀子今天最低的時候呢 去過240,21 守住24,000 暫時沒有什麼 除非明天A股服市的時候 很不行啦 否則的話 如果開門紅 紅就是升啦 港股是有機會擺脫23,1到24,1 即是說向上發展 看看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想啦 這一刻來看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 較高 即是較回落的機會是高一點 但如果明天不行的話 即是站不到上24,1 甚至跌穿了24 那下個禮拜 就要小心 因為A股一回來 原來那個氣氛不好 那大家要注意啦 為什麼我會覺得 向上的機會大一點呢 因為美國那邊的走勢呢 是比較有做一個 頭肩底的形態 美股三大指數 我們逐個來看先 先看 納子 納子呢 其實它之前那個頂位呢 這裡就是11299點多 即11300 那現在收在11364了 即是站了上去來收 雖然不是曾經已經幾次 站了上去 好像10月1號 好像10月5號 以及昨晚 即是10月7號 都是試過站上去來收 但是之前那兩次都站不穩 之後滾回來啦 今晚要看了 連續三天 站得到在其上收的話呢 有機會這個 就是變了少少型的 頭肩底成立的話 那就有機會衝上去啦 即是試過前浪頂 即是9月2號高位 一萬二千 零幾了 零七十幾 不要多了 即是當它是12000 好嗎 那 看著這幾天 現在的形態上 是似的 即是不想跌得下去 標準 普爾500指數 標普500指數 其實情況類似是這樣 但是就沒有納子那麼強 它 之前這些頂位 現在衝到上來 都是在那頂住 即是不像納子那樣 是曾經有三度衝了上去 這個還是 即是沒有那麼強 不過形勢上高 都是似要想要想的 是不是 我們等了 最好當然有三天啦 或者你一支大棍 一天都行 不過那支是明確的大棍 這樣都行 即是剛才講納子 最好有三天 如果這些這樣 捱住這個頂線位 這樣就要三天 或者你一支明確的大棍上來 當然都是 都得的確認的 好了 又是等確認上去 會不會出現這個 頭肩底形態 如果出現的話 標普500指數 又是示範之前 那個前浪頂 9月2號高位 就是3588 即是大概3600 道指 相對上高 也都是沒有納子那麼強 它也都近乎 這個標普500指數 有個走勢的 就是 這個頭肩底形態 是未向上突破到的 現在只是在這裏 還在爭持著 也是等 如果它一棍 可以一棍大棍上來 就好些 如果不是 又要等三天 確認 好了 那一棍大棍上來 你看到這個 其實呢 相對來說 深一點的 它應該如果確認到的話 就會突破 9月3號的高位 29199 即是292000 會高於292000 甚至去到29500 29500區 那美股呢 那美股呢 偏向 是有些刺頭肩底形態 是會有一個 有機會 比較大機會 是向上反彈 那樣 所以港股呢 是有機會擺脫 24100區 阻力那些 那些位置 就是向上 移上去的 那港股 但是 現在市場的焦點 就是大市未去 或者大市一反彈 就是反彈 由231 去回1、2、4、2區 很多股份 已經和著亂飛了 前期一大堆 就是那些 太陽能相關的股份 在星期一跟大家說過 那一路炒到現在 那些光復玻璃 都仍在升 光復電場 那些都在升 現在輪到炒到 風相關的那些 因為風光 風光 兩個光就是光復 風就是風電 那些風的設備 風電場 那些都開始動的了 還有呢 今天 如果說到 恆子成分股那裡 先說起 有哪一隻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的呢 就是 順域光學 今天這隻是 恆子成分股裡面 聲風比較大的一隻 有二點 二點九個巴仙的升幅 收一二九點二元 今天 似乎是突破了這個 雙底項線 收在其上 但這個由於它不是一支大棍上 即是說 不是即時就確認到 那它需要的 就是三天 這些 是吧 或者你很大棍上去 這樣不需要的 那現在不是嘛 升穿一點點而已 就要起碼收在其上三天 才確認到 今天成交都上升了 所以這個都機會大 如果確認得到 這個聲勢的話呢 有機會上升到大概 接近150 或者145之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恆子成分股 這隻比較好 當然啦 ATMX都是恆子成分股的 阿里巴巴這陣子都很強的 阿里巴巴這兩天不是升很多 你都說它強的 好像今天升0.5%而已 當然是強的 它都接近前浪頂 即是快想破頂 其一 其二 其實這裡做了一個倒形底 這裡的倒形底 這一邊的高位 就是9月4日的高位 275.4 這一邊的高位 右手邊的高位 就是276 剛才是275.4 左手邊的 右手邊是276 這個低位 10月6日 最低 就是277.4 換言之 還有一個裂口位 少少有一個裂縫 然後現在補不到這個裂縫 下面就是一個倒形底 倒形底 然後可以上升的話 這樣就挺漂亮的 就是不錯的 是一個強勁的走勢 它回吐了下來 沒有完全回補了 就有得再上升了 今天收289.6 不過今天當然有一次倒形 好在今天 其實倒形就不是大成交的 它就是 縮了的 所以 這個不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但是當然 第一 現在 如果是 看好這隻股的話 最好當然是挨近280元邊 現在 否則的話不要緊 差多少少而已 大概這個位置 駁它可以升穿 9月2號高位 即是歷史高位 292 上到300 320 因為這個 這個 弧形 這裏下來 再上去 300元 是有機會倒的 但是300元 都不是很多幅度而已 是啊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 說真句 ATMX 未有一隻破艇的 是不是 今天 其實 還要是小米 就是有少少雷街坊 小米今天跌3.9% 小米轉了是比較弱 因為它的第二大股東減持了 都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其實現在你說ATMXJ 包括京東裏面 頭這四大隻 小米其實基本上比較弱 阿里巴巴和京東好一點 因為阿里巴巴大家知道 在炒螞蟻金服 就會快要上市了 所以 可能最先破到頂就是這一隻了 但是 的確短期上去的空間 就不是說很多的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有機會破 但是不是升很多 大家這個 就是說你的風險 回報自己去衡量一下 博不博這些 好 事實上市場現在都不是 炒這些大東西 就是和雀亂飛 就是很多中小型的 比如剛才說過 光復 風電 相關的板塊 還有什麼板塊 可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 物流股開始動了 加里物流 一支大棍上去 一個大成交 看到大成交破頂上去 今天升9.6% 收15.28% 我覺得 物流股是有機會炒的 會不會是 明天A股 回到 十四五規劃 或者有些消息 開始炒物流股 因為事實上今天不止加里物流 升得比較理想的 元通 速帝 6123 那隻升成接近兩成 穩穩陣陣 加里物流 那隻就比較大風險 好 還有什麼板塊 動一下動一下 有些內房股公佈了數據 三九零零 六成中國 連續兩天都扯了上去 來房股都可以考慮 另外 明天我會見報有113 合景太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又去到什麼 譬如要財證券 證券股因為它的營起 上半年度 即是三月 所以四月到九月份 同比增長了超過七成的盈利 差不多到四億左右 即是它上半年度的盈利 那是挺理想的 所以它今天 一開 接近一成 9.3% 開就是1.98 最低1.96 最高2.03收兩元 上高之前這裏是2.01 2.01 2.00 今天衝上去之後 有些想破頂的格局 大成交上來 這裏都可以留意 所以 現時來講 我自己覺得 很多股份 很多板塊 就一路一路湧上去 當然也都有些股份 還是沉的 還是比較差的 大家就要注意了 你要將資金好好的調撥 即是有些好像逐水草而生 要追逐那些 如果你是短炒 如果中線的 你要拿著一些有增長性的股份 特別是 如果想做一個長線投資 你不是拿著那些內銀 或者 一味就是那些才叫做好 應該是有一些成長股 拿著成長股 增長股 那些才叫做好 為什麼內銀受到影響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 要讓利 所以他可能 第四季 都仍是受到壓力 可能有些反彈 但反彈完 都未必可以大升 所以你拿著大藍醜 是不是一定是好呢 不一定的 雖然大藍醜夠穩陣 他派息給你 這個是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講 摸口非 但你就要預住價格 可能要捱價 真是要最好拿著 都是大的股 譬如你騰信 譬如阿里巴巴這些 都夠大了吧 阿里巴巴是五萬億市值的股份 騰信是四點幾萬億 港股最大 他們是有增長的 要持有這些股 才是叫做好的 持有 不是拿著最大的股份 就叫做好 他們不是因為它大 這兩隻是騰信和阿里巴巴 不是因為它大而好 而是因為它有增長 所以它叫好 同樣 有些股份 小的都是這樣的 原理的 都是要持有增長的股份 你才是值得中長線去駕 否則 短線來說 這陣子就是逐水草而生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 希望明天A股回來 能夠開門紅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